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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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一天忙碌的工作 回到家吃晚餐或消夜時 你是不是也會拿起手機配個韓劇或影集 那麼你一定對於Netflix不陌生 這個影視串鳥平台龍頭已在現代人的生活中密不可分 根據統計 在2017年時Netflix在美國用戶已經超越有線電視 成為愛看劇、愛看電影的消費者心目中的從兒 Netflix一開始是以郵寄影片起架 不過幸運的是 1997年Netflix成立時 正運上DVD格式的星期 DVD具備輕便不易使壞的優勢 正好符合Netflix的商業模式 不過在當時 銀式龍頭霸主地位還是屬於百事達的 不容易超越 Netflix為了與百事達對抗 在創立的前三年為了奠定基礎 推出了訂閱制的方案 Netflix捨棄當時採用個別出片固定租期的模式 該使用訂閱制的方式 15.99美元即可享受一個月同時觀看四片影集的權利 且無歸還期限 除此之外 Netflix也有別於百事達沒有持交罰還的準則 不靠持交罰還獲利 這點在當時也大大的勝過百事達 不過為了希望快速獲利 Netflix在2004年提高了訂閱價格至21元 這錯誤的一步讓死對抖百事達有即可證 於2004年年底推出線上的影音業務 加上電商龍頭亞馬遜也對於線上的影音串流市場蠢蠢運動 讓Netflix腹背受敵 一度訂閱人數停滯不前 前景並不樂觀 但是危機就是轉機 百事達公司內部出現內鬥及轉型 新任的執行長上任後立即將重心轉回市場店面 希望百事達除了豬便以外 加上販售電子產品 甚至於賣餐飲的複合店面 這個錯誤的市場策略也等於是敲響了百事達的喪鐘 在2010年時宣告破產推出市場 這對於Netflix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在百事達風雨飄搖之時 Netflix看準網路上機 重新找回市場 Netflix新策略的第一點就是進攻網路市場 主要是因為可以降低運送成本之外 也可以使用網路水顯的功能 讓用戶更加方便 事實上網路平台的應用 Netflix並不是第一個 百事達在2000年時就有相關計劃 但是當時網路速度太慢 普及率不高 因此沒有顯著的成功 Netflix進攻的時間點剛好 網路串流平台順利 也讓Netflix跨出國際 2010年9月Netflix進軍加拿大 隨後每年都進軍新市場 帶動海外營收快速成長 Netflix最令人稱道的一點 是透過自製影集來吸引用戶 或許有人覺得市面上的影集那麼多 自製影集能夠有效帶來收益嗎 數字會說話 從Netflix開始規劃自製影集後 訂閱用戶的增加從13%來到42%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紙牌屋一炮而喉 已有效拉升訂閱數 直至現在 不論是真實世界改編的破案神探 或是驚悚奇幻主軸的怪奇虎 都為了津津樂道 成功掀起熱場 不過Netflix的第二季財報卻透出隱憂 雖然營收仍然成長 但在美國地區會遠距未增反潛 有時12.6萬名美國用戶 儘管這個數字看起來不是太嚴重 但這卻是8年來Netflix會員數所次衰減 也讓Netflix股價一路跌落於10% 不過會造成用戶退訂閱的主要原因 其實正是大量的原創內容造成訂閱金漲價 這一次的調漲達13%至18%不等 是服務上限12年來漲幅最高的一次 Netflix對我來說其實更多代表著 每一股總是有這樣創新公司的故事 也就是即使我們錯過了網路時代的亞馬遜 智慧型手機時代崛起的蘋果 社群時代的臉書 也還是有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成為一放之霸 也許Netflix的大幅增長時期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同時也一定還是有新的明日之星 也許在未來的五年後 像這樣突然進入大家的視線 成長成下一個新興大公司 Netflix的下一步是什麼呢? 要如何繼續創造影視帝國的不滅神話? 觀察市場上的消費者習慣 本土內容受喜愛的程度更勝國際影集 Netflix的下一步或許是推出更多 針對不同地區原創的新影集 或是增加IP授權 例如在怪奇物理3推出之時 和可口可樂與漢堡王等企業合作 並推出所有搶攻市場 這也是新的創舉 你認為呢? 身邊有朋友是Netflix愛用者嗎? Netflix還是你未來看影片的首選平台嗎? 這是骨感與大叔的商業指南 我們下回見